暴雨天气 汽车落水 这条视频啊 你一定要看完 最近河南省遭遇到了特大暴雨 郑州等城市的部分地区被淹 甚至有人被困车内 错过了最佳的逃生时机 汽车落水以后呢 其实有六次逃生的机会 大家一定要学会 请务必点赞收藏 并转发给有需要的人 一 汽车落水以后 一定在五秒之内 立刻解锁车门 毫不犹豫地打开逃生 否则在水压的作用之下 车门就只有在灌满水的情况之下 才能打开了 立将错过最佳的逃生时机 二 在电力失效之前呢 优先打开天窗逃生 以免在水的浸泡之下 电路短路 系统失效 就再也打不开 这个重要的逃生出口了 三 后门逃生 大多数汽车的发动机啊 都在前面 车头更重 汽车落水以后呢 车尾往往会翘起来 所以后门的水压相对小一些 打开的难度更低 四 极端的情况之下 打开后备箱门逃生 把后排座椅放倒 爬往后备箱 前提是你的车上 有这样一个逃生的开关 你就可以在车内啊 打开后备箱门逃生了 五 破窗 拔出头枕 用力击打车窗的边缘 拳头是无法打碎的 当然 也可以不用一款破窗器 这个东西啊 你可以不用 但不能没有 六 如果无法打破车窗车门 那么你先要报警 然后在水即将灌满车厢之前呢 深吸一口气 把握住最后的机会 当水灌满车厢以后啊 车内车外的压力一致呢 最后再次提醒各位 汽车落水以后啊 不管会不会游泳 都要想尽一切办法 尽快的离开车厢 否则水灌满以后 就会连人带车 一起沉入水底 逃离车厢的时候 不要舍不得任何物品 更不要舍不得你的汽车 哪怕它是劳斯莱斯 因为生命比什么都重要 在路上 在路上 感谢观看